这个念头转瞬即逝,下一刻,一片黑漆漆的天花板便沾满了魏无羡的视野。 聂明觉似乎正躺在一张冷冰冰的铁桌子上,四肢都被沉沉的铁链靠住。 这间屋子有些面熟,一面墙上读满了书,两面墙上设着多宝格,正是金光瑶请殿同镜后的那间密室。 聂明觉这个时候已经走火入魔,暴体而亡了,应该早就葬入清禾涅室的墓里,可他此刻却躺在精灵台密室中的这张桌子上,把捆住他四肢的铁链拉扯得几乎变形,死不瞑目啊,他怒目远征地盯着一个方向。 铁桌之旁。 满地鲜红或暗红的血迹,还扔着斧头匕首锯子铁锤等等凶器,一派阴森中间跌坐着一个人,披头散发,眼面不语。 聂明觉的口中发出凶师特有的咆哮之声,这人一个机灵,捂着耳朵抬起脸,正是金光瑶。 他静静地看着聂明觉,满脸疲惫之色道,为什么,为什么你就是不肯闭上眼睛? 对于金光瑶的询问,聂明觉回应的是更加恐怖的咆哮。 金光瑶苍白着一张脸,摇摇晃晃地从地上站起来,伸出手来合住了聂明觉的眼睛。 可是这双眼皮刚被合上,聂明觉就立刻睁开,抱以更愤怒的凝视,死死地盯着他。 金光瑶和起手掌,对他哀求道, 大哥,你闭上眼吧,别再来找我了。 他从地上提起一柄看上去很重的斧子道, 我不想这么做的,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他一边这样恳切地哀求着,一边高高地抡起了手里的斧头, 那黑白分明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对着聂明觉的脖子, 劈了下来,魏无羡心道。 我从来还没有试过看死后的共情, 他这一斧子劈下来我会不会疼? 应该不会吧,人都死了。 然而这一斧子还没劈下来, 他便听到一个声音远远地在叫他, 魏英,魏英! 第一声很模糊很遥远,似幻似真, 第二声便真切了不少, 言语中还能听出不易察觉的胶着。 文生魏无羡猛地将自己抽了出来, 他还是一张薄薄的纸片人, 贴在聂明觉罩住头颅的铁盔上, 遮住聂明觉双眼的铁甲片, 已经被他拉松了绳结, 露出了一只怒目原睁, 爬满血丝的眼睛。 被强制共情拖住了脚步, 时间剩下不多了, 必须立刻回到肉身上。 指人献抖抖袖子, 蝴蝶振翅一般飞了出去, 谁知他一冲出这道帘子, 便看见密室阴暗的角落里, 站着一个人。 金光瑶微微一笑道, 总算是现身了, 他竟然屏息站了这么久还没有走。 骤人,金光瑶从腰里抽出一把软剑, 正是他那把赫赫有名的恨生。 当年金光瑶潜伏卧底于温若寒身边, 时常把这柄软剑藏在腰间缠在腕上, 用在各种关键时刻, 从未被人发觉。 恨生的剑锋, 虽然看似柔软到极致, 剑意缠绵, 实则阴毒锋利, 且阴魂不散。 一旦被他的剑身缠住, 金光瑶在施以诡异的灵力, 便会被这看似一汪春水的软剑, 剪为一段一段。 不少名剑, 就因此成了一堆废体。 此刻, 剑身犹如银铃闪闪的一条毒蛇, 紧紧地追着纸片人咬, 只要稍不留神, 就会被这条毒蛇的毒牙咬中。 纸人线铺闪着袖子左闪右躲灵活闪避, 但毕竟不是自己的身体, 闪了几下便吃力了, 险些被恨生的剑尖咬中, 再这样下去, 非被刺穿不可。 忽然, 他瞥见上方墙壁前的木格之上, 静静地躺着一把长剑。 这把剑多年无人触碰擦拭, 剑身和四周都已落满了灰尘, 随便。 指人线飞扑到木格里, 在随便的剑柄上用力踩了一脚, 争的一声, 映照而出, 剑风弹出了剑鞘。 随便从剑鞘中飞出, 插入恨生森染诡诀的剑光之中, 金光瑶右手手腕灵活地转了几圈, 恨生麻花一般地, 绞上了随便雪白笔直的剑身。 他见一脚之下, 随便竟然丝毫不损, 旋即撒手, 让两剑自斗, 又甩出一道指幅, 向指人线飞奔而去。 指幅在半空中燃起熊熊烈火, 指人线感觉到扑面而来的灼灼热浪。 趁双剑在空中站成一直一弯两道荧光, 飞速扑动纸绣冲出了密室, 飞出寝殿。 时间即将殆尽, 魏无线再也顾不得伪装成废纸或者蝴蝶, 一路飞扑。 飞至那间僻静的屋子之前, 恰好蓝望机开了门, 他奋力一扑, 正正地扑在了蓝望机的脸上。 指人线紧紧地贴着蓝望机的半张脸, 似乎在抖。 蓝望机被他两只宽大的袖子遮住了双眼, 让他在自己脸上抖了一阵, 这才轻轻地将他粘了下来, 放回到肉身的手掌心, 成功归位。 魏无线立即深吸了一口气, 仰起了头睁开眼睛, 豁然站起。 谁知, 他刚刚魂魄归位, 肉身还未迅速适应, 一阵发晕向前一亲, 见状蓝望机当即接住了他。 起了魏无线又是猛地一抬头, 头顶撞上了蓝望机的下颌, 咚的一下, 两个人都是一声闷哼。 魏无线一手摸着自己的头顶, 一手摸了摸蓝望机的下颌道, 哎呀, 啊, 对不起, 蓝湛, 你没事吧? 被他摸了两下, 蓝望机轻轻地拨开他的手, 看着另一个方向, 摇了摇头表示没事, 魏无线拉着他道, 走。 蓝望机也不多问, 先起身跟他一起走, 然后才道, 去哪里? 请便, 金光瑶的镜子后面 有一个密室, 他夫人撞破了他什么事, 被拖进去了, 还在里面。 金光瑶发现了纸片人的存在, 一定会立刻把聂明爵 头颅上的假片重新加固, 并且转移地点, 原先的计划是成不了了, 但他的夫人情愫, 应该是没有办法转移的, 毕竟一个大活人, 而且是精灵台之主的夫人, 刚刚还在宴会上 同其他的世家女子交谈, 若是忽然消失了, 没有人能不怀疑, 趁这个时机冲过去, 快刀斩乱麻, 不给金光瑶一点编织谎言和风口的时间, 应要抢占先机, 便顾不得前行了, 两人势如排山倒海, 人挡踢人, 蓝忘机配件而行, 金光瑶把这些安插在请殿附近的门声 都训练得十分积极, 一旦有入侵, 即便阻挡不住, 也会大声警示, 提醒请殿内的主人, 可是此时此刻, 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他们的警示声越是大, 情形就越对金光瑶不利, 因为今日并非往常, 乃是清谈盛会开宴之日, 无数仙门世家都聚集于此, 警示声除了会提醒殿内的金光瑶防备, 也会把他们吸引过来, 最先赶到的是精灵, 他原本就在请殿台阶之下徘徊, 似乎犹豫不决, 一见卫无线和蓝忘机过来, 精灵迟疑道,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那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来找我叔叔借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你管得着吗? 我现在又不想借了。 说话间, 蓝忘机已走上三街如意踏跺, 敲了敲请殿高高的门, 精灵警惕地道, 这是我小叔叔的请殿, 你们走错地方了吧? 不对, 你们是闯进来的, 你们要干什么? 请殿的门坚固无比, 看来是踹不开的, 卫无线现在也不是能钻门缝的纸片人了, 也跟着蓝忘机很有礼貌地敲了敲门道, 金总主, 金仙都, 原本在请殿附近等待开宴的世家仙手与修士们也陆陆续续地赶了过来, 个个其道, 怎么回事啊, 这边为何如此喧哗, 这里是仙都的请殿吧, 方才听到入侵的警示之声才, 聂怀桑坠坠坠不安, 蓝溪沉凝眉不语, 请殿里没有任何声音, 金光瑶也许正躲在里面, 为怎么处置情愫焦头烂额吧, 魏无羡又道, 金总主, 您在里面吧, 在的话请开一下门吧, 迟早是要面对的, 精灵怒道, 你究竟在想什么, 把人都引过来干嘛, 蓝溪沉走了上来, 低声道, 在里面吗, 他问的是聂明觉的头颅, 魏无羡点了点头, 这时一个带笑的声音传来, 诶, 祝君, 你们都在这里干什么, 即将开宴为何不入席啊, 金光瑶从人群之后走出, 蓝溪沉诞声道, 阿瑶, 你来得正好, 这位莫公子, 说是在你的请殿里, 发现了一些东西, 是请殿的密室, 金光瑶争了争道, 密室, 我的请殿确实是有这么一间密室, 藏宝室嘛, 怎么了, 众人一派狐疑, 金光瑶试探一般地问道, 怎么了, 藏宝室又不稀奇吧, 只要是有一些压箱底的法宝, 谁家没几个藏宝室啊, 蓝忘机道, 金宗主, 多说无意, 开门吧, 金光瑶仿佛觉得很奇怪, 又有些为难道, 韩光君, 既然是叫做藏宝室, 那里面放置的东西, 必然是藏起来自己一个人玩赏的, 忽然让我打开, 这, 这么短的时间内, 金光瑶不可能把秦宿运到别的地方去, 也不可能利用传送符, 传送符只能传送施术者, 而依照秦宿目前的状况, 他是绝对不可能使用传送符的, 此刻秦宿应该就在里面, 要么是活的, 要么是死的, 但无论是死是活, 对于金光瑶而言, 都将是致命的, 金光瑶垂死挣扎, 依旧如此的镇定, 推东推西, 只可惜越是推辞, 蓝锡尘的口气也越是坚定, 阿瑶, 打开, 金光瑶定定地看着他, 忽然脆然一笑, 既然二哥都这么说了, 那我也只好打开给大家看了, 他站在门前挥了挥手, 请殿大开, 人群之中忽然有一人冷冷地道, 传言姑苏蓝氏最重礼, 如此看来传言, 也不过是传言罢了, 强入一家之主的请殿, 真是众礼啊, 方才在广场之上, 魏无羡听到金家的门声, 恭恭敬敬地招呼这个人, 称他为苏宗主, 正是近几年风头正盛的墨林苏氏的家主苏敏善, 一身白衣双目狭长, 细眉薄唇倒也轻聚, 也颇得几分高傲, 相貌气质可算得好, 只可惜好是好, 却好得不出跳。 金光瑶道, 哎, 算了算了, 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他说话的语气拿捏得十分恰到, 使人觉得这个人很好脾气, 然而又能听出一丝恰到好处的尴尬。 金光瑶又道, 你们是要看藏宝室对吗? 铜镜再次打开, 魏无羡又进入了这间密室, 看到了多宝阁上那一张画满符文的帘子, 看到了那张分尸的铁桌, 还看到了秦宿。 秦宿背对着他们, 站在铁桌之旁, 蓝溪尘微微愕然。 金夫人怎么在这里? 金光瑶道, 这间藏宝室是我私藏之所, 阿素也经常进来看看玩玩, 他在这里不奇怪吧? 魏无羡见到秦宿, 微微一惊。 金光瑶竟然没有转移他, 也没有杀他。 他不怕秦宿说出去吗? 难不成他对秦宿还做了什么, 让他没有办法威胁到自己了? 他不放心, 转到秦宿之旁, 仔细观察他的脸。 秦宿还是活着的, 而且活得好好的, 完全没有异常。 魏无羡心道, 刚才秦宿看上去那么激愤, 金光瑶怎么能瞬息之间就和他达成了协议, 封了他的口。 他走到多宝阁之前, 一下子掀起了帘子, 可帘子之后, 没有什么头盔, 更没有什么头颅, 只有一把匕首。 这把匕首泛着森森寒光, 腾腾杀气。 蓝锡尘原本也盯着这道帘子, 只是迟迟没有下定决心去掀, 见不是别的东西, 似乎松了口气道, 这是何物? 哦, 这个呀, 金光瑶, 笑着走上去, 把匕首拿在手中把玩到。 这是个稀奇的东西, 这把匕首是一名刺客的兵器, 杀人无数, 锋利无比。 看这把匕首的刀锋, 仔细看, 会发现里面的人影不是你自己。 有时候是男人, 有时候是女人, 有时候是老人, 每一个人影都是死在刺客手下的亡魂。 他阴气很重, 所以我夹了道帘子, 把他封住了。 聂明觉的头颅已经被他转移了, 金光瑶确实聪明, 他早就想到, 也许有一天会被人发掘这些密室, 所以, 他除了转移聂明觉的头颅, 还放了其他不少法宝, 诸如宝剑, 福传, 古碑残片, 灵气, 不乏珍惜之物。 这间密室看起来, 的确就只是一间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藏宝室, 那把匕首也确实如他所说, 阴气极重, 是个稀罕之物, 而且不少仙门世家, 都有收集此类兵器的嗜好, 一切看起来都正常无比。 秦宿一直默然地看着他, 看着他将这把匕首拿在手里玩上, 突然伸过手把他夺了过来, 他的五官跟着脸一起微微地扭曲颤抖起来, 这种神情别人看不懂, 而偷看了刚才他与金光瑶那场争执的魏无限, 却看得无比地懂, 痛苦, 愤怒, 羞辱。 金光瑶笑容一将道, 阿蘇! 蓝忘记匹首去夺匕首, 然而他的锋芒已尽数埋入了秦宿的腹部之中, 阿蘇! 金光瑶失声惨叫扑了过去, 抱住了秦宿贪软的身体, 蓝西辰立刻取药施救, 然而这把匕首锋利之极怨气阴气又重, 顷刻之间秦宿已经毙命, 在场的众人完全没有料到会变成这样, 全都惊呆了, 魏无限也没料到, 他满脑子里都是一个念头, 那封信里究竟写了什么? 金光瑶妻妾地叫了几声妻子的名字, 一手捧着他的脸, 睁大着眼睛, 泪水不断地打落在他的面下上, 蓝西辰道, 阿瑶, 金夫人, 你节哀吧, 金光瑶抬头道, 二哥, 这怎么回事啊, 阿瑶为什么会突然自杀, 还有, 你们为什么忽然要聚在我请殿之前, 让我打开藏宝室,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没说? 叫完赶来的江城冷声道, 泽武军, 麻烦说个明白吧, 我们也是一头雾水啊, 众人纷纷附和, 蓝西辰指得道, 前段时间, 我姑苏蓝氏庶名弟子业烈, 路过墨家庄, 遭受了一只分尸左手的侵袭, 这只左手怨气杀气都极重, 枉急受他指引一路追查, 将他的四肢和躯体都收集完毕, 然而发现, 此人, 此人是大哥, 泽武军和脸方尊的大哥, 赤丰尊, 藏宝室内外哗然一片, 金光瑶惊恶万分, 大哥, 大哥不是下葬了吗, 你我亲眼看见的, 蓝西辰道, 可那具尸体, 确实是他, 现在就在蓝陵城内, 精灵台下, 金光瑶道, 什么人做出这样的事情, 蓝西辰摇头道, 不知, 只差一个头颅, 却如何也找不到了, 只知大哥的头, 很可能就在分尸人的手里, 金光瑶争了争道, 找不到, 所以就上我这儿来找, 蓝西辰沉默不语, 金光瑶低头抱着情愫的尸体道, 也罢, 也罢, 不提了, 可你们是如何得知, 我寝殿之中有这间藏宝室, 又如何能判定, 大哥的头颅就在我的密室里, 金灵台手背森严, 如果这件事真是我做的, 我会这么轻易让大哥的头颅被人发现吗, 听着他的质疑, 蓝西辰竟一时答不上来, 不光他答不上来, 连魏无羡也答不上来, 谁能料到, 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 金光瑶就能转移头颅, 并且用了不知道什么样的方法, 又使情愫当众自觉封口, 正思绪急转, 金光瑶的目光落在了魏无羡身上, 沉声道, 玄宇, 我以为你已经忘掉以前的事, 没想到, 你还想构陷于我, 一位先手道, 构陷, 谁敢构陷脸方尊, 苏敏善冷冷道, 谁敢, 就是站在韩光军身边的这位, 哼, 这位是何人, 非蓝陵金士的诸位可能不知, 此人名叫莫玄宇, 是金门下的一名气生, 因当初品行不端骚扰同门而被逐出, 而听近来传闻, 他不知是哪儿入了韩光军的眼, 竟然随势身边出入其左右, 素来以严正闻名的韩光军, 为何会留这样一个人在身边, 真叫人费解啊, 在众人的嘶语之中, 金光瑶叹了口气道, 玄宇, 当初你是偷偷前进过这间藏宝室的, 是你告诉我二哥他们的吗? 撒这种一拆就会穿的黄有什么用? 他放下秦宿的尸体, 把手放在恨生的剑柄上, 向他逼近了一步, 过往的事我也不提了, 但是你据实交代, 阿素自尽, 你有没有动过手脚? 金光瑶撒起谎来, 当真是一派问心无愧, 气势十足啊, 旁人这么一听, 自然以为是墨玄宇对脸方尊心怀怨恨, 所以才出言污蔑, 同时又极度情愫, 因此动了手脚, 害他自尽, 蓝忘机挡在魏无羡前面, 金光瑶喝道, 说! 恨生出窍, 避尘相迎, 其余修饰见状纷纷拔剑, 随时准备参与战斗或者自卫, 魏无羡见场面要乱, 不能手无寸铁, 回头一望, 恰好随便正躺在墨阁之上, 当即将他抓在手里, 拔剑出窍, 金光瑶顿时失声道, 遗陵老祖! 蓝灵金士的人忽然都见风调转对准了他, 金光瑶道, 魏无羡, 是你回来了? 虽然魏无羡很想应一声, 啊, 我早就回来了, 但此时此刻, 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是怎么被人认出来的, 聂怀桑道, 三, 啊, 金总主, 你为什么这么叫他? 这个人不是墨玄宇吗? 他只是拔出了这把剑, 难道谁拔出了这把剑, 谁就是伊林老祖吗? 因为魏无羡的剑名太令人难以启齿, 因此旁人提及都说, 这把剑那把剑那把剑, 他的剑来指代, 金光瑶将恨声对准了魏无羡道, 怀桑你过来, 祝君小心, 这个人绝对就是伊林老祖魏无羡, 这个名字一出来, 比赤丰尊被五马分尸更令人毛骨悚然, 原先没有洞剑意思的人, 也不由自主地抽出了配剑, 团团围住了密室的这一端, 魏无羡不动声色, 聂怀桑愣愣地道, 嗯, 江宗主当初在大范山, 用紫殿当众抽了他一鞭子, 魏玄宇并未背夺手, 是吧, 江宗主, 江城的面色很难看, 没有说话, 手压在剑柄上, 似乎在思索到底要怎么做, 金光瑶道, 大范山, 不错, 你这么一提我想起来了, 在大范山出现了什么东西, 当时在场照出温宁的, 正是这位墨玄宇, 诸位有所不知, 墨玄宇原先曾潜入我室中四处翻看, 而我这间藏宝室里, 有一份仪陵老祖的手稿, 这手稿记载的是一种邪术, 献射, 以魂魄与肉身作为代价, 召唤厉鬼邪灵为自己复仇, 因为是施术者心甘情愿献出身躯, 所以江宗主就是用紫电抽他, 也是验证不出来的, 一名修士将信将疑道, 既然这个献射之术无法被查证, 那么光凭脸方尊宁的一己判断, 也不能定论吧。 献射确实无法被查出来, 但是他是不是仪陵老祖, 确实可以被查证, 自从仪陵老祖于乱葬钢顶, 被他的手下厉鬼反噬成了鸡粉之后, 他的配件便被我兰陵京士收了起来, 可没过多久, 我们发现这把剑自动封剑了, 魏无羡一争, 封剑! 金光尧道, 封剑是什么, 相信不必我多解释, 此剑有灵, 他拒绝让魏无羡之外的任何人使用它, 所以他封存了自己, 除了仪陵老祖本人, 没有人能拔得出它。 而就在刚才, 这位墨玄与墨公子, 当着你们的面, 把这已经封了十三年的剑, 给拔了出来。 话音未落, 几十道剑芒齐齐地朝魏无羡刺去, 蓝旺鸡将这数道剑芒竞数挡下, 避尘震开了树人, 腾出一条空道, 蓝旗鸡道, 望鸡! 被他震得东岛西歪的世家仙人手们怒道, 韩光军, 你! 蓝旺鸡一语不发, 随魏无羡一骑飞出了寝殿, 魏无羡道, 汉光军, 我路抵了要跑路, 你跟着我跑什么呀! 蓝旺鸡平视前方不理他, 两人将一众喊打喊杀声甩在身后, 百忙之中, 魏无羡又道, 哎, 你的名声啊要毁了, 魏无羡心念电转, 金光尧看到那张古怪的纸片人, 又看到了随便出窍, 一定当时就猜出了我在刀鬼, 反江一军, 立刻编出了一套谎话, 诱导情愫自杀, 再故意把我逼到摆着随便的木格之旁, 诱我拔剑暴露身份, 泼我这一身脏水, 哎呀可怕可怕, 没想到金光尧这丝反应这么的快, 撒谎这么的溜, 金光尧的这一套谎言细细推敲起来, 真是合情合理, 墨玄宇被赶回了墨家庄, 心生怨恨, 想起了自己曾经偷看过的这份邪术, 有心复仇便请厉鬼降临, 召来了宜林老祖, 魏无羡构陷于他, 不知又用什么法子毒害了情愫, 都是在为墨玄宇复仇, 也许连聂明爵被吴马分尸的躯体, 都可以推说是宜林老祖的阴谋, 两个人冲下了精灵台, 忽然面前白影一闪, 精灵挡在了他们的前面, 魏无羡本打算一箭出窍, 一看是精灵松了口气, 可还没来得及说话, 腹中一梁, 他真的没有想到, 精灵竟然会真的来上一箭, 魏无羡心道, 你像谁不好, 偏要像你的舅舅, 连捅刀都捅在同一个地方, 接下来的事他就记不清了, 只觉得四周乱哄哄的, 十分吵闹, 十分的颠簸, 冰刃香机和灵力爆炸的声音不断, 不知过了多久, 模模糊糊间魏无羡睁开眼, 蓝旺鸡遇着避沉, 他则伏在蓝旺鸡的背上, 那张雪白的脸颊上, 溅了半边的鲜血, 总觉得腹间的伤口并不很疼, 魏无羡叫他, 蓝寨 蓝旺鸡的呼吸声不像平时的那么平缓, 显得急促, 似乎是背着他奔波太久, 一路又平凡交手所致, 但回应他的语气, 却是一如既往的稳稳荡荡, 嗯, 我在, 魏无羡随口叫了他一声, 不知道该说什么, 想了想到, 我们当年在精灵台上的花叶, 见过一面, 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的只有你吧, 好, 我是记性不好, 你记得就好, 你当时, 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嗯, 有, 可是魏无羡却没有问他到底是什么话, 忽然道, 啊, 怎么了, 我记起来了, 蓝寨, 就像这样, 我, 的确是背过你的, 的确是背过你的,